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神巴菲特最爱的牛排馆 Smith & Walensky要在台湾开幕了 地点就在台北市新一区 本周四开幕的微风南山 能吸引巴菲特这样的大人物 这间牛排馆势必要相当气派 台湾分店占地超过200平 而壮皇一比照美国本店的元素 当然可以在高楼层鸟看台北 与挺拔的台北101一同用餐 也是卖点之一 业者向重了台湾人爱吃牛排的饮食特性 因此把台湾设为亚洲的第一个据点 这里主打的正是顶级牛肉 才会使用的干式熟成方式来制作牛排 保持牛肉天然风味 能有这么厉害的干式熟成牛排 还有个秘密基地 业者可是在台湾打造专属干式熟成室 确保肉品更新鲜 欢迎来我们的干式熟成室 我们的干式熟成方式来制作牛排 我们的干式熟成牛排来自新亿 我们的干式熟成的 我们用的所有这些牛排在中国的鱼 还有三个四周三周 两周鲜的的的 一个期间 我们四周的的的牛排 我们每天年来自延运 这边都是美丽的牛排 难道 至于台湾店的菜色和美国本店有什么差异呢 吃饭上基本上所有干式熟成都在里面 那他们的甜点 那个特大的巧克力蛋糕 还有海鲜塔 没有这些东西就不是Smith & Walensky 他们也想要我们融入一些当地的食材 那我们菜单有差不多15% 是只有台湾有的 Smith & Walensky不止牛排厉害 配菜也都是经典道地的美食风味 甚至连看似家常的通心粉 还会加上松露 不愧是名流的最爱 这里还有将近300款藏酒 全都在落地式的橱窗里 真是视觉饗宴 不感动新闻 这次考试录得100分了 报道